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收看绿色幸福购物频道 今天要推出的商品是什么呢 来 注意看 这是一个福袋 我们叫它百变福袋 它有多百变呢 请注意看 它从一个袋子可以变成一件破衣服 这件破衣服它可以变成什么呢 注意看 它可以变成一个小布包 这个小布包还可以变成什么呢 注意看 它可以变成一个零钱包 是的 一个包包可以变成四样东西 赶快打电话进来 我们看到了 现在剩最后五组了 是 没错 这东西你有钱买不到 相传1884年 巴黎政府为了维护干净市容 要求三万多名捡破烂维生的平民 将市区的废弃物搬运到荒废军营 平民们在过程中自行分类过滤 将有用的物品就地出售 省钱环保的概念立刻大受欢迎 没多久就形成固定市集 称之为Flea Market 即跳蚤市场之意 而跳蚤市场名称的由来 则众说纷纭 有一说法是因为这些物品上 经常有跳蚤 也有另一个说法 是由于市场里的人 跟跳蚤一样多 欢迎收看绿色幸福学 让我们用绿色的行动 绿色的观念 一起来学幸福 以前的人 那个一件衣服破了再补 补了再穿 破了然后再补这样子 补补穿穿穿穿穿补补 就所有东西都是这样重复的使用 那以前是一个生活习惯 现在变成是一种环保行为 那首先我先介绍一下 我们两位的观众代表 第一位是舒涵 嗨 大家好 第二位是李欣 你们二位那个衣服穿旧了之后啊 或是 现在应该不会再长大了喔 除非变胖了喔 就不能穿的话会怎么处理 因为我们学校就有那种 二手社团的那种Facebook 然后就会PO上去说 这件衣服就是可能 现在比较不适合我现在走的风格 然后就会PO上去买二手的这样 风格不适合也要换啊 好好好 这跟以前的人真的差蛮多的 李欣咧 我的应该就会给下面的表弟 表妹啊那些 一袋穿一袋 还可以穿的话 是是是是 我们家以前也是这样子 我常常身上穿的都是我表哥啊 什么他们的东西这样 那我们今天请到两位来宾呢 我要介绍一下 第一位是我们的 兼任板桥永和卢迪跟新中和社区大学的 林慧玲 林老师 你好 然后第二位呢是我们五位屋的推手之一 廖千惠 对 斗哥好 两位好 还有观众大家好 是的 欢迎你们两位来 这个林老师 你四个社区大学教书喔 对 那个 听说你是这个 考上一个甲级的叫女装技术室 对 女装的甲级技术室 所以你身上穿的衣服 都是你自己做的吗 其实我今天身上穿的都是旧衣改造的 完完全全 对 从外套 衣服到裤子都是 这外套是我弟弟的 因为这是男生的 男生的外套 所以我只是利用简单的针线 就把它变成是合身的 身上这件衣服是我儿子的 那个时候他是 不然是小五小六的衣服 因为我儿子很大只 没有 自己太小只啦 他很大只 然后他就是不能穿的 那我觉得还蛮新的 所以我就把它做一个改造 好棒喔 学会这些技术 可以把好多不能穿的 或人家不穿的东西 改成很适合自己 而且又好特别的一件衣服 有你自己的风格 在社区大学你教的科目是... 我是教旧衣改造 可是有很多人会去学那个吗 很多耶 真的假的啊 真的很多 你看我每一堂课都是二十几个 那你就知道说 有没有多少人愿意去学 我问一下 我先问你好了啦 舒凡 这个就衣改造这种课 你会想去上吗 听起来还不错耶 就是如果是很喜欢的衣服 可能就是我很喜欢 我身上这件衣服的娃娃 可是因为是白色的啊 然后可能脏了之后 穿了不好看 我可能会想要保留这个图案 可能 可以把它拿来做包包吗 可以 就是封在我的包包上这样的 所以你会想就是把喜欢的衣服 剪下某一块你特别喜欢的图案 然后去做成别的东西 会啊 所以就衣改造 所以林老师就衣改造 不见得一定是衣服改成衣服 裤子改成裤子 对 董哥 我有问题 来 李希 我想问林老师 可是不一定每个 那个布的资料都可以拿来改吧 还是说有分 就衣改造就应该是这么讲啦 就是说我们从事服装设计的人 是先把那个我们想要做的东西 先定型了 然后才去找材料 那就一改造 刚好是反向操作 我们必须先看到你的物资 就是说你的那件东西 然后适合做什么样的改变 去做设计 就变成是反向操作 所以就没有所谓的说什么 材料或材质的问题 因为我们就是针对那个材料 跟那个材质去设计 我懂了 我们要如果真的做一件衣服 我要选择比方说我要做衬衫 那我会去找适合做衬衫的布 可是如果我去破衬衫要改造的话 那我就看这破衬衫 能做成什么东西 对 东哥我问问 就是像如果我想要去 社区大学上你的课 那我有需要具备什么技能吗 只要准备一颗热忱的心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对 也不用手很巧 不用 因为我是觉得说就医改造 它有就医改造的另外一种 另类美学 并不是说一定很工整的东西 做出来就会很漂亮或很美 因为现在不是很流行冲突美吗 还有那个创意嘛 那创意本来就可以天马行空 所以有没有办法缝得很工整 那不重要 你有没有人耐心 有没有人耐力 去把它缝好 那才是最重要的 那千惠 那个你们的五味屋啊 好像也里面在经营的项目 也跟林老师在做的就是差不多 到底里面经营的项目有哪些 是旧衣服吗 我刚刚听到就是几位在聊天的过程 对啊 那个就是希望把旧的东西再利用 然后让它再生的那个概念 是一样的 除了布之外 其实还有很多 包括家具 家电这些 对那刚刚讲的那个改造 我们也可能把家具改造了 那里面现在在五味屋里面 管理的人大概有哪些人 五味屋号称是小孩的店 就是孩子自己也是可以做住的 包括一起标价要卖多少钱 要卖给谁 对那主要一开始的时候 当然是东华大学的顾宇军老师 他是创办者 是 对那还有一些社区的志工 大家一起这样 对 在比利时有家环保公司 专门生产一种黄色的就衣回收袋 每月透过邮局免费向各家各户分发 回收袋上面印着收集日期 及可放置在袋中的东西 回收的就衣中 只有10%是真正无法处理的垃圾 其中30%挑选出来 再销售到非洲等其他国家 60%的就衣被转入专业工厂 进行资源回收和再利用处理 可供汽车工业使用 林老师你好像在做这些教学的过程 还有推了一个活动 叫做募集那个投金的活动 对 是因为之前 我曾经在那个社群网站 就看到有一条 有一个新闻 就是他募集签条投金 他主要那个投金 他们要募集捐给谁呢 捐给国内的癌友 并有他本身都是很沮丧 是啊 那你如果可以 让他再装扮的就美美的 就包含一条头巾就好 如果是一个很美美的一条头巾的话 那是不是他们对生活 或对生命就更有希望 所以这活动做多久了 你兼头巾这个活动 一直都有在做 所以那些头巾 都是你们自己缝制出来的 对 那今天找你来这边呢 就是大安你也分享了一个 非常有意义的这种 这个募集头巾的活动 我想有这个爱心的 有负担的观众朋友 你也可以上网去找一下 然后一起参与这样一个 很温暖的活动 对 因为这个活动 一直持续在办 好 那因为今天呢 就是请到你来之后 大家其实对于这种 二手衣改造就充满了兴趣 我们今天要到实作区 请你来教我们一下 最基础的一些针线活 可以怎么做 然后我们真的 如果真的要在家里面 改造二手衣 把它变成别的东西 再继续使用的话 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来做 好 来 我们到实作区 我们刚刚看衣服 是你自己做的 裤子 对 我刚刚就讲 也是你做的喔 对 这其实也是一件 男生的裤子 看得出来 对 但是如果我们女生 穿男生裤子 会觉得很垮又很奇怪 所以我们就经过这样 稍微稍微的把它改造一下 然后裤子一个倒折 那这样看起来 是不是就宽松有理 对啊 你也可以转一下吗 我看一下 这跟买来现成那种 设计过的裤子很像耶 对 那其实这一块是因为 跪在地上 然后磨损了 本来有破掉 对 家里总是会有剩下来的 剩下的布或衣服 对 所以现在我们桌上看到的 这些东西都是 你从衣服改造出来的 对 我现在看到这一组 它的花色很像 它不会是一件衣服吧 对 它确实是同一件衣服 就是下半部身体的部分 我们就把它做成现在很夯的 那个漱口袋 袖子的部分 我们再接一块 家里不要的布料啦 就用不到的布料 那这样就又变成一个 女生用的替代了 或者是小朋友的便当袋 对 当便当袋也OK 酷啦 好 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呢 是要请我们的林老师 给我们示范啦 这边有一件衣服啦 然后看它能做什么 做出什么东西来 对 到底能改装成什么 现在就流行最夯的 就是漱口袋嘛 连些人都爱的 所以我就用这一件 把它做成一个漱口袋 然后袖子也是小漱口袋 你只要把衣服 就是折成四等份 然后就袖子的部分 把它一条线剪过去 就OK了 修成齐 就这样子 对 然后把底部缝起来 所以手缝喔 手缝 机缝都OK 我看一下你这个工具包 工具包也是你自己做的 对... 我现在终于感觉到 自己会做东西 是件多么美好的事情 所有东西都是全世界 只有一样 不会有第二样 所以这样做这种东西 不需要要求到那个 缝的那个多整齐 多漂亮 这种毕竟这不是衣服 如果衣服的话 因为我们要合身 所以会讲究说 那些美美格格 对 那像这种的话就还好 那因为我们现在目的 我们现在只是固定 稍微固定 然后其实你如果在家里 有空的话 你可以细心地用那个回针缝 把它缝 那就会更精致 更整齐 这个真的很特别喔 好大的东西 这是在穿绳子专用的啦 那如果说你没有的话 你可以... 我看到了这个衣服本身 它就有那个打折的地方 对 下摆的地方 它就可以做那束口的部分 对 其实这个很简单 对 就是我们就利用衣摆的部分 好方便 就不用再重新再缝两个 那个东西去穿绳子 所以要找这样子的衣服 另外一边要解开 对 这样就可以了 所以老师刚刚讲到 在社区大学里面 你说也有男生去上课 好 我想问的是说 那女生喔 现在的女生 那是不是她的做这种缝绵的手工的能力 比较差一点 如果说跟以前比较起来 确实 确实喔 确实是比较差一点 那现在学这个东西 耐性够吗 其实很有耐性的还是有啦 但是比较多是没耐心的 对 基本上是这样子 因为现在生活的步调 真的是太快了 其实专心做一件事情 然后尤其像缝东西 或设计的东西 都需要很专心 对 她就好像会在那个做的过程里面 很多事情都不会再出来烦她了 对 这样就做好了 对 那我们后杯的话就要两条 你如果只是单纯漱口 你可以一条没有关系 那你后杯的就要两条 反方向 反方向 我们刚刚从那一边 然后现在从这一边 这样就是做好了 那也就是说呢 另外一边就比照办理 它就变成一个双肩杯的漱口袋 像刚刚我们做的那几样东西 然后还有什么可能性吗 比如说一件衣服 我们刚刚不是做成漱口袋吗 那还有其他的部分呢 像领子啊 领子拆下来的地方 也可以做宠物的领巾 好 那我考你一题好了 旧袜子能做什么 旧袜子喔 现在不是也很流行 那个袜子娃娃吗 对... 然后你就可以 可以把捏成各种造型啊 然后放在你的包包上 或者做成小挂饰 做吊饰 里面放一些填充的棉花 对... 然后千惠那个 刚刚我们有聊到五位屋啊 我一直觉得 他那个经营的方式 很像国外的某一种 印象中的某一种单位 或一个场所 那你们是有仿造 国外的哪个系统吗 其实我们不太清楚 国外的类... 是不是有类似案子 但是我想应该是有的 因为我们当时的发想很简单 就是每一个人家里面 一定都会有一些 他要跟不要的东西 包括乡下很穷的孩子 对...那这些东西 怎么来就是生活里面 可是孩子们所建的东西 跟外地的人可能捐给我们 比如说很有钱的人捐来的 那个物资的品项是不一样 但是这可能会是一个 孩子认识外界的一个窗口 所以就是很简单的构想 就从这边开始 那到底这五位屋 是哪五位呢 我们知道的酸甜苦辣咸 是这五个味道吗 还是有其他别种味道 我们下个单元来看看 到底什么是五位屋 等一下我们要分开箱 跟包洛神花茶 开箱那边大家有看到 我们现在有割了很多的物资 有...有... 那知道我们的物资 是从哪里来的吗 从我家来的 从你家来的 一大早 五位屋的孩子们 在志工的带领下正在开会 讨论如何将民众送来的物资 分门别类 那平常的生活 就是六日的时候 社区里的孩子 会来这里 跟我们一起开店 然后整理物资 上架标架 然后一起接待客人 那同时在这边 也会有一些学习活动 跟...一起吃饭 一起生活 这样子 可以学到分类 还有哪些... 哪些要摆哪里 然后... 比较适合 今天已经算还好了 廖千惠是五位屋的催生者之一 也是东华大学的教授 他是五位屋的精神支柱 更是长期志工 陪伴孩子是他最喜欢做的事 大家请来到... 谢谢大家 辛苦还好 我觉得那个开心的事情比较多 比如说孩子们刚来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互相不太熟的时候 其实要建立关系是比较困难的 那孩子有时候是没有办法 受到掌控 就会跑来跑去这样 对 可是慢慢地跟他们熟以后 其实孩子们长大 就像我们的帮手一样 所以他们其实可以帮商店里面 很多的忙 那就真正实现我们 原来设立这个商店的时候 希望这是孩子人的店 这样子的初衷 这样子 你住社区都不对 那谁要知道 那人不理解啊 那个... 等一下 他们算看多少钱 这算两块 他那个... 数字不见 咦 当你就办 服务好啊 哈哈哈 谢谢 就是在网络上 有这样子资讯的 所以就想说 我们没有用到 这么样的多的东西 竟然... 放在柜子里面 不如就把它拿出来装 这样子 其实蛮多小东西耶 要需要去细细的找 一开始看下去的时候 可能觉得还蛮多 蛮繁杂的 可是如果去每一个角落里面 很仔细地看挑选的话 其实还不错的效果 其实还不错的效果 快点 平安的小书已经完成了 好 现在其他小朋友还在做的时候 我已经有看到 那个是好做得非常好 来平安 平安她有答应 我们说她把她的故事 讲给所有的人 这个是蔡的宝宝 宝宝 怎么这么快就剩一个宝宝了 在这里 与大家分享创作 也是小朋友生活经验的一部分 不分彼此 没有距离 期盼中的味道 是在亲情范围内 在周一到周五之外 一种家庭的延伸概念 那因为我们只有星期六日开 其实我们会希望孩子 一到五的时候 跟家人在一起 但是六日的时候 把这里当成一个家 最好连他的家人也都一起来 因为社区的孩子 其实需要大家一起照顾 那我们希望有一天 孩子们长大了 他们会改变这个家乡的样貌 家乡的改变是因他们而来的 创立五味屋的精神 是一种爱与温暖 孩子们都感受到了 他们喜欢待在这里 是五味屋为他们的第二个家 前回我们刚刚看到影片里面 你们五味屋的建筑物很特别 那是什么风格哪个时代的东西 他是日治时代的 就像我们现在的那个打鼓机 风骨斗的造型 所以他的屋顶是长这样子的 就是一个风骨斗的造型 所以你到我们的五味屋店里面 抬头往天花板看的时候 会看到甘蔗叶搭起来的风骨斗 因为他本来是面临要拆掉的 你现在看到的 其实是我们改装了好几次之后的面貌 但是屋顶是一定是原来的 因为在影片里面也看到很多小朋友 那也刚刚讲到 这些小朋友会去负责经营 什么的 当时候设立这个五味屋的原因 是为了让这些二手的东西 有一个流通市场 还是为了专门要照顾小朋友 还是有什么其他原因 其实开二手商店的主要的用意 是要来带社区里的孩子 那会有这个历史 其实是社区里面有这样的需求 所以我们在地的那个牛黎社区发展协会 他来跟东华的就是顾宇君老师讨论说 有没有可能我们过去都是沿袭式的合作 那可以在我们这边长期有一个点 然后就来陪伴我们的孩子带他们吗 那你说社区有这样的需要 是哪一方面需要的 我们那边其实有很多的孩子 他们家庭的状况是单亲或隔代教养 甚至有很多是重组家庭 那孩子一般一到五 他当然到学校去上课 是有人陪伴他的 可是六日其实孩子就是在 在社区里面到处闲晃 对 那比较有钱呢 他们就会去网咖 可是没有钱呢 可能就唯一能够去的 大概就是学校里面的操场 对 那就是跑来跑去这样子 就应用没事情 对 那我们会希望说 如果有一个据点 他就是来跟着我们一起生活 那从陪伴他们的过程当中 我们相互学习这样子 对 你们是从哪个角度切入 想到这样的方法 比方我们弄个体育团队啊 或者我弄一个其他的什么东西 也可以一样有同样的效果 为什么选择是用二手东西的买卖来做 我们有一个概念 叫做无用之用 其实有些东西 其实是从我们看待孩子来的 我们的社区里的孩子 有一些其实是在学校里面 或在这个大环境里面 他们的学业抗击不是这么好 甚至他们是在学校里面 在社区里面是会惹麻烦的孩子 那看起来好像在主流的社会里面 他们并不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人 对 而且会被排挤 对 那我们就会设想说 就像这些二手物一样 大家本来准备是要丢其他的 可是有没有可能只是 我们看待的眼光不同 或者是我们不理解他 如果我们可以找到 那个无用之用 也许他就不会是一个无用的人 或无用的东西了 所以二手商店 跟我们看待孩子 我觉得刚好中间 是可以有一个连结的 事实上经营了五年 这方面你们期待的状况 有如你们所愿吗 其实他 我们一直都是在摸索中成长 就是慢慢摸索 那刚开店的时候 其实因为学校里的老师 社区里的人 也从来没有开过商店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 应该是要怎么经营这样 那就是跟着孩子一起讨论 所以中间其实经过了 很多的转折 当然也有一些困难 但目前为止 我觉得现代的状况 是还不错的 至少在店屋的上面 因为很多人 比较知道五为五了 所以我们的物质来源 是OK的 那除了物质来源之外 孩子们慢慢长大 其实有一段时间 他们是不太参与店屋 因为每个礼拜六日 都要来做 然后人家捐来的物质 即使大人做了 其实都会累 然后会烦 对 但是最近的状况 又因为孩子们 跟大人的关系非常稳定 然后他们从中间 找到了一些乐趣 所以现在开箱 整理 做店屋的状态 是非常好的 董哥 我有问题 来 出来 就是我会想要请问 刚刚有提到那些孩子的 就是比较多是单亲家庭 或者是种措生 那他们平常可能是去网咖 或者是操场 这样子乱晃 那我们是怎么去跟他们做接触 甚至鼓励他们 愿意跟你们一起成长 就是最早来 我常常都会讲一个小朋友 叫胖虎的故事 胖虎第一次来 是因为我们开了一个商店 然后胖虎要买书包 可是他在我们社区里面 一般的商店书包是很贵的 他身上只有八十元 那八十元 买不起一个全新的书包 可是他经过我们的店的时候 刚好看到了黑黑的店里面 有一个书包在里面 那当时是我们有一个研究生 就是帮忙看店这样 他一直在心想说怎么办 我们是外地来的人 然后进到这里 都没有孩子要来找我们 我们想要带着孩子去学习 可是没有孩子怎么办 那时候没有孩子愿意过去 一开始的时候 对 那所以他就想说 这个小孩刚好来买书包 所以他有一点点的利诱他 就是用跟这个孩子讲说 那你先把书包带回去 但是因为你买了这个书包 你扣掉一百五十元 你只扣掉了八十元 你还有七十元要补回来 那你可不可以换工 你就不要拿钱来了 对 那他就跟这小朋友约说 那下个礼拜六 我们又会开店 你可不可以来这样 那小朋友会有点担心 这个店 因为我说我们的店 原来一开始是一个老房子 我们也没有钱可以改造它 所以整个黑黑的 那他会想说 破破烂烂的 对 他想说这个姐姐怪怪的 我又不认识他 他为什么又叫我来 他怕怕的 所以他就找他的同学一起来 那同学来以后 又同样的得到了一个好处 比如说他换了一个 他需要的钱笔盒 或者跟帮妈妈 换了一个碗回去 他们就吃货到小薄 对 所以就越拉越多的人 就有点像是 一开始用换工的方式 你钱不够 没关系 你先拿去 然后剩下钱 你就来工作补 对 那或者是你就累积点数 那累积点数到一定的程度 你就可以开始换购 你需要的东西 初期其实是这样子来的 那为什么会去五味屋 那是感觉像一个餐厅的名字 五味其实是 就是我们希望培养孩子得五种 乡下孩子的滋味 比如说他是天真的 他是淳朴的 他是轻轻的 他是很亲切的 甚至我们希望他 不要只是学校里面的 觉得好像功课不好 他将来是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对 这五种味道 其实这个真的放出四海接种 我也希望我小孩 有这五种味道 是 这五种味道就代表了五味屋吗 这五个是我们希望恢复一般的人 或者孩子对自己在向下的 那个生存的自信 所以这是五个特质 那另外有五种 我们代他们的方法 还有代他们的方法 那我们取了一些 听起来怪怪的名字 但其实他是有背后的含义 比如说我们经营的工艺二手商店 孩子来或者是顾客来的时候 我们是迎货不良器 这是迎货不良器 迎货不良器 迎货不良器 然后我们也号称 我们自己是一个黑店 黑店 谁敢去啊 就是这些 其实听起来怪怪 但其实他有一些 我们的想法跟概念在里面 不是 你要先讲一下 迎货不良器 这怎么买卖 迎货不良器很简单 就像我刚刚举的胖虎的例子 幻工 对 幻工 或者是说他假设有一个梦想 他想要去实践 那他在还没有做这些事情之前 他可以做某一些社区的服务 累积他的点数 来实现他的梦想 所以你刚讲到社区的服务 就不一定是在五味屋里的事情 目前为止是这样 当然一开始的时候 是着重在五味屋的玷污里面 但是越来越多的孩子 然后他们有各种不同的希望 跟梦想 那社区的人也对我们更认识 也接纳我们之后 我们现在会把社区 整个容纳在五味屋的范畴里 那小朋友大概都会有什么样的梦想 比如说我们最近的小孩的梦想 这个梦想其实已经累积三年 他有一个系列性 在三年前小孩突然有一天 跟我们的志工哥哥讲说 因为他就在店里面遇到一个 来环岛的经过的人 那一身尽装嘛 骑得很厉害的脚踏车 很酷 那我们社区的小孩 其实花莲的公车非常的不方便 他们上下雪都是骑脚踏车 大概要骑个二十分钟左右 那脚踏车对他们来说是工具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 原来他可以骑着脚踏车去环岛一圈 那他就在想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去环岛 所以三年前有人就有个梦想 是骑脚踏车环岛 然后我们的志工都非常的在意 小孩提出来的梦想 他就真正用了半年的时间规划 然后帮助大家体能训练 练习修车的技巧 所以那一年我们在所有的志工都没有 环岛的经验的状况之下 就带了小孩去环岛 那经费怎么来 经费除了五位屋的盈余之外 因为像第一次去我们其实 大人小孩加起来有三十几位 那盈余是绝对不够的 所以我们就会去申请计划或者是去募款 第二阶段的时候就有小孩说 那环岛已经不稀奇 他现在想要在骑脚踏车的过程当中 做一些挑战 所以第二年我们的梦想变成 可能只有骑花冬 但是我们要去做高空垂降 然后这是第二年 第三年的时候小孩又突发奇想 他就觉得环岛也没什么 然后高空挑战也没什么 这次我们环岛 我们要不花一毛钱去环岛 那当然就是每个孩子特质不一样 所以他不见得是整群都一起去 他会变成小单位小单位的梦想 根据调查 台湾每位女性平均一年要买七到八件女性内衣 但内衣上有很多石化成分 经焚化炉衣烧会产生代药性污染环境 目前已有推广回收内衣的活动 把回收人勘用的内衣筛选后转卖 所得则捐给乳癌等慈善团体 此外他们也交给资源再生公司制造成能源锌 他可以取代煤的燃料 那黑店 黑店讲黑店谁要去呢 黑店也是一开始我说嘛 我刚成立的时候 其实我们没有整修的经费 我们做最低的整修 所以我们的展示价 其实就是人家捐来的物资的纸箱 把它改创成展示价 那整个店就是像胖虎刚来的时候 他看起来整个是黑黑的 那黑店的目的 其实不是只是要卖物资而已 我们其实是想要赚关系 所以如果你捐物资来 你写了卡片给我们 我们就会请小朋友打电话回复你 那他打电话回复你以后 就会跟你讲说 邀请你可不可以到丰田来看看我 所以如果这个捐物资人 他是一个有心人 他可能下一次旅游 他就会来店里看看 所以也很希望借由这样的过程 让这些小朋友们慢慢找到 原本属于他们的五种味道 那事实上这五位屋的整个架构跟系统 多亏了很多人捐赠的东西 然后让这些小朋友可以自己 去经营一个商店 也就是五位屋 那我们就来看看 到底这些捐赠的东西有哪些 那有什么好玩的事情 先回我们到石座区 这个是捐来的东西 好 我们先来把它拿出来 先不要拿 先不要拿喔 我要告诉你我们会怎么做 好... 那就是原装的嘛 人家捐来可能就这样一袋 或者是一箱 那通常带来了以后 我们带着孩子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先拆箱 那分类会分成几类 比如说这是书籍类 所以会有个大类是书籍 大类是玩具 这是什么时候的国语课本 好 然后这个是玩具 这个... 这是我小时候念的国语课本耶 那要等我飙完假以后 你把它买回去 好啦 好 OK 那这是衣物嘛 衣物 林老师不在耶 不然又变成一个带子 这个是生活用品 下一个步骤就是带着小孩一起讨论 这本书要卖多少钱 对 那讨论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会少数服从多数 我们会带着他们讨论说 其实他原价是多少 那这本书大概讲什么内容 所以你应该要怎么估 那就请大家每一个人喊价 喊价以后 然后我们取一个中间值 或者是少数服从多数 好 那像这个要怎么表现 因为它是课本 它还很麻烦 对 这个是因为试货的人很有意义 所以我们知道有人试货的时候 我们就要卖高一点的价钱 要不然这在店里面 小孩可能讲说 这这么久了 现在也用不到 那回收好了 这时候志工跟工作人员 就要赶快去把它捡回来 所以我觉得好玩的是在这个过程 所以要让他们知道说 为什么我们这本 不应该是去回收 它的价值在哪里 真的很多很多 我们觉得没有用的东西 或许可以带给很多人希望 可以带给很多在关系上面的那种互动 然后带给某个社区 或像五位屋这样的地方 很多有趣的过程 所以请你珍惜的东西 如果你不想珍惜的话 麻烦捐给需要的人吧 千惠 现在五位屋里面有 固定有多少小朋友 六日会去那边帮忙 如果开店 然后到结束 都还不肯走的这种小孩 大概有二十几位 就是稳定的 就一开店 就会已经等在门口的 然后我们要关店 他们还不走的这种 就是他 他其实当成像来上班一样了 而且有点像自己家 是 是 他就是会固定来 而且他不想走这样 对 那你们总要有一些志工协助他们 那志工的人数大概多少 志工的人数 每一天的开店的时候 志工应该大概会有十位左右 董哥 我有问题 我想问一下廖老师 就是会不会有一些小朋友 还是不愿意就是 就是参与五位屋这个活动这样子 对啊 那对于他们 你们是怎么去解决 或者是怎么去协调 其实这个孩子不管怎么样 虽然我们觉得他适合 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参加 我用了方式叫做我们 像放风筝一样 会拉一条线嘛 他这个礼拜也许他到社区里面 跟别的孩子玩 他没有进到五位五来 可是我们可能走在路上 我们会把车子停下来 跟他聊聊天 知道他的状况 所以他不见得一定要进到五位五 那像这样游离的孩子 其实还蛮多的 OK 所以并不是所有小孩 你们都掌握得到 当然 因为我们也没有 这么多的人力 对 可是以五位屋在花莲寿风这边 算五年下来 算是一个蛮成功的例子吧 我想象的成功是要五年十年 等到孩子长大之后 看到他们的样子 才能够去评断的 那我们现在就是陪伴他们这样 好 那最后我想问的是 五位屋现在有需要什么帮忙吗 除了这些提供捐赠的物资之外 我们其实现在在推广 就是公益旅行这件事情 对 因为对乡下的孩子来说 他比较少机会可以遇到 外地来的人 跟他有深度的接触 那如果公益旅行 你是到我们的社区里面 来住一个礼拜 甚至一个月的时间 那你来跟孩子相处的过程 可以建立关系 我觉得对开拓孩子的眼界 跟他想象未来是有帮助的 所以这个公益旅行指的是说 我们在寿丰以外的其他人 如果对寿丰当地这些小孩 对五位屋有兴趣的话 不妨就去那个社区 住个三五天一个礼拜 然后跟这些小朋友 跟社区相处 所以那边有可以住的地方吗 我们现在有一个民宿 对 那所以如果你有这样子的想法 也有这样的意愿跟时间的话 你可以先上我们的网站跟部落格 上面会有讯息 我想很多观众朋友 应该已经很有兴趣了 很想去跟他们生活一阵子 那我们下个单约要请到一位老师 他被五位屋迷住了 所以他就一直跟五位屋 有一个长期的志工关系 我们下个单约来访问这位老师 看看他这五位屋的感觉是什么 我是在学校里头当专任辅导老师 然后主要是针对高关怀的孩子 进行个别的舞台 黄凯棠老师是花莲副理国中的辅导老师 因为到花莲念研究所 认识顾于棕老师和接触五位屋 才发现原来与孩子们相处 可以这么快乐 黄老师会听我们说行事 然后帮我们了解心中的困难 很温柔 老师不会很凶 而且老师在教学上很认真 不会因为特别局限在某一个地方 他上课很自由 可是也不会让班上太混乱 你是艺术型的举手 一个 有没有实用型的 有 实用的 我必须要扮演像一面镜子 去呈现出孩子 他原有的一个情绪跟行为 让他能够从当中去看见他自己 然后理解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每到周末 黄凯棠固定会搭一个半小时的车 前往五位屋 陪伴孩子们一整天 五位屋他的现场 比较强调的是一种生活教育 看到什么就顺势教孩子 他没有固定的一个教材 或者是一定的流程 那像我们在学校里头 就是 无论是雾坛 心理测验 或是乔团体 它是有一个系统的 效果是不一样的 我们跟他生活在一起 是一整天的陪伴 所以我们的感觉 就跟那些孩子的关系 是越来越紧密的 那也可以找到说 可以帮助他 促使他改变的一个实际点 或者是一个迷彩 那你有赚过乐数花吗 有 一个孩子 我找他去跟隔壁早货店换钱 那他去换钱的时候 就说老板把换钱 可是他的态度是不礼貌的 那雜貨店老闆就跟他講說 你是誰 他就說他是五位五的孩子 然後老闆就順勢叫他說 如果你要跟別人換錢 你應該要怎麼做 就這樣子老闆就突然 雜貨店老闆就突然變老師一樣 教了他一遍 然後回過頭來 我帶他去綜落生花 在除草的過程當中 他就跟我講說 凱棠哥 我跟你講 我覺得人生最重要的是態度 那我覺得說 這個不是我們平常能教他的 而是他自己在生活裡面 跟社區的居民互動 學到的 輔導孩子並不是件簡單的事 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 精力與愛心 但黃老師總是樂此不疲 總說這是一件快樂的事 跟辛苦無關 我覺得最開心的就是 去到五位屋 孩子們都很開心地說 凱棠哥來了 看到孩子們的一些轉變 無論是在五位屋 或是在學校裡頭 這些轉變都會讓我們很高興 原來我們可以做到幫助這些孩子 現在加入我們現場的是 父女國中的輔導老師叫黃凱棠 黃老師 主持人你好 各位觀眾好 是 黃老師 你是花蓮人 不是 我是台南人 台南人跑到花蓮幹什麼 我退伍之後 來到了花蓮教完書之後 我自己又回去讀研究所 然後研究所我本身是讀人類學 那在我寫論文的時候 我要做田野研究 那剛好顧老師就邀請我到五位屋 因為那邊可以做不一樣於學校的一種 教育的研究 所以那一次是第一次跟五位屋有接觸到的 對 然後就因為這樣子 愛上五位屋 對 這講得太籠統了 你總要有個什麼起承轉合 你碰到五位屋 然後就愛上他 那原因是什麼呢 應該是說 我一開始在當老師的時候 我覺得教書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我害怕學生問我問題 就是他家裡的問題 但是我不知道怎麼幫助他們 所以我自己就在額外進修 有關於輔導的學分 那就在一個機會之下 剛好在兩年前 我們教育部就在推那個專門輔導老師 所以就大量的招輔導老師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就去考了輔導老師 所以你現在是輔導老師嗎 對 所以你對於接觸過五位屋之後 你開始 才開始對這些小朋友的 一些心理的狀態 跟他們生活的環境 開始有一些負擔 是可以這樣講嗎 就會覺得說想要看著他們快樂 自己就有一種責任想陪著他們 你覺得這是每一個人 到那邊會有的感覺嗎 還是你特別而已 因為我自己在五位屋裡頭 接觸了很多的志工 有些是從外地來的 他們在五位屋相處了一段時間之後 都覺得說這邊的孩子很可愛 他們也很想要回來陪伴他們 是 對 所以你在那邊 就是因為這些小孩很可愛 所以你就決定留下來了 然後問題是你去教的那個是富里國中 對 富里離我們受風多遠啊 千惠 兩個小時的火車 這是不是有一種那個 很奇怪的英國巧合 就把你這樣分開了 那怎麼辦 還好就假日的時候 就自己回到五位屋 就好像回家一樣 是喔 對 所以你已經把五位屋當成自己的家鄉了 那邊到底有什麼吸引你的 除了快樂的小孩之外 可能是因為我自己本身出生 也是在那個農家子弟 是 家裡務農 就是比較 自己感覺在成長的過程當中 也是受到別人的幫忙 所以才有辦法像今天當老師 然後現在來到了那個五位屋之後 就看到這孩子 跟他們在一起 我自己有一種感覺 就是看到自己小時候 所以也會希望說他們長大 能夠有更好的未來 然後如果當他們有什麼需要的時候 跟我講 我就會跟他們討論 我們接下來可以怎麼做 董哥 我有問題 來 李希 我想請教一下黃老師 那我想請問你 假設說不只花蓮有五位屋 那其他地方也有的話 你會想要去那裡嗎 現階段我不會 為什麼 他也是五位屋耶 因為我覺得我目前 跟豐田的五位屋有一個感情 有一個關係在 那我會希望說看著他成長 對 所以我還想要在這個地方 繼續待著 所以地方其實不是重點 重點是那群人 對 你會主動介入他們 比方說你明明看這小孩就是 他就是有某方面才華的 或某方面天分 你會不會主動介入說 你不要學這個 你學這個比較好 會這樣子嗎 會 因為有時候會看到說 有些孩子有某些特質 例如說我們五位屋在每年 大概秋天的時候 會有一個跟紐約長島大學的 一個國際交流 那麼好 然後我就看到我們的孩子 家裡有種洛神花 然後剛好我們有一個活動 是要做社區導覽 所以我們就在一個孩子的家 我們就晚上 就一群五六個孩子 跟我還有一些 就是東華大學的陪伴之工 我們就在他們家裡面做那個 介紹洛神花成長歷程的海報 然後在活動的當天 跟外國人做他們的社區導覽 很不一樣的一種導覽方式 外國人聽得懂嗎 可以啊 而且當天 還發生很有趣的事 就是好比說 洛神花的種子怎麼說 英文大家都不會 那小朋友也不會 就直接講叫 倒霸寶寶寶寶 就花的孩子 也會像凱唐這樣的老師或志工 阿 在五位屋到底有幾個 就從外地來的 然後直接就住在花蓮了 其實我們現在的工作人員 大部分都是外地來的 那外地來的通常就會像他這樣 就是被這裡吸引了 然後留下來 對 我現在聽起來還是覺得很抽象 到底是什麼東西吸引你 能不能再具象一點 那個留下來的原因 具象一點就是因為 我在這邊大概有三年了 然後每次去五位屋 孩子們可能就一句凱彈歌 我就會很開心 他們有什麼需要 然後來找我 我能夠幫他們 我就覺得很開心 你到底中間有沒有碰過什麼挫折 或想離開那個地方 有過嗎 有 類似說他吵著說他要找媽媽 對 可是媽媽不是我能夠 幫他找出來的 因為可能是因為他爸爸媽媽離婚了 媽媽不在這裡 那你用什麼方式去面對 你自己這種挫折感 最主要我覺得開心的就是 因為在五位屋裡面 他是一個團隊 當我有什麼樣子的不懂 或是挫折的時候 我就會回過頭來問整個五位屋的團隊 那他們會給我一些支持 還有一些方法這樣 對 千惠在 比方凱彤剛剛講的這些狀況 在那邊是你們常碰到的問題嗎 孩子的狀況大部分是 對 所以大部分會遇到的挫折或困難 或者是需要挑戰的 其實是跟孩子之間的相處 那孩子當然包括他背後的家庭啊 學校啊 還有他本身的情緒這些 那像我看的資料 你也提出來一個叫多一公斤的旅行 這跟五位屋有什麼關係啊 就怎麼會去提出這樣一個旅行 想把人累死嘛 多一公斤的旅行 其實跟剛剛我們講的物質整理 還有帶孩子都是相關的 就是假設你今天要捐一個東西給我們 你可以多花一點點的心思 把它整理好 甚至你把它寫一個小小的說明 比如說有人會從國外帶一個 其實我們完全都沒有見過 連大人都不知道怎麼使用的密封館 可是這個時候 如果你寫了一個標示 告訴我們他可以怎麼使用 他是從哪裡來的 你當時買的價值是多少 那甚至於給孩子寫一句話 對 那我覺得這個跟 直接丟一個物質來 然後孩子拿到 那個感覺就完全不一樣 所以他如果不是用貨運的方式來 他是來花蓮旅行 他可以順帶多一公斤的行李 這個一公斤的行李 就是帶來給我們的物質 然後來跟孩子相處一下這樣子 在美國有家知名企業的老闆 愛地球出奇招 為旗下每一件衣服擔保 任何故障問題一定保證修到好 並將回收的衣服 特別是鋸紫纖維的材質 重新融成最初的原料 再製作成耐穿實用的服飾 有趣的是 這家公司的老闆 還自我課徵地球使用稅 成立捐百分之一給地球商業聯盟 成功印證了企業經營與環境保育 可以共存共榮 那凱棠你在五位屋三年嘛 對 那有沒有覺得 還有什麼需要再改進 有什麼需要再加強的 還有你覺得未來還可以再做到什麼樣程度 目前我覺得是 我們本身的空間的部分 是因為比較小 對 讓孩子的學習空間比較不夠 對 空間這問題 千惠有想解決辦法嗎 比方說旁邊有沒有什麼空地 可以再蓋屋子 還是有別的什麼要廢棄的房子 你們可以再做改造 對 鄉下的地方其實地比較多 那也有很多是廢棄的 所以我們現在比較好的狀況 就是有一些靈人 可能會租借他們場地給我們 那我們會試圖去想想看 有沒有可能長久的未來 我們可以找到更大的空間 董哥 我有問題 會不會有就是經營困難啊 就賣不出去 對 賣不出去 會不會就是入不敷出 那我們會有分兩個狀況嘛 一個狀況是來了好賣 他就會在店裡上架 上架通常會來買的有分高價的 就是A級貨跟一般的 那大部分的社區人 可能就是買一般的 甚至他會買到我們特賣區的產品 就品項比較差的 對 那是A級貨 有很多的觀光客來的時候 他們會覺得 哇 這裡相較於 他在原來買的地方 真是太便宜了 所以他會來尋寶 對 那剛剛其實也談到一個問題 就是物資量很多 可是他不能夠完全的 像我們一開始講的 再生或再利用的時候怎麼辦 我們也曾經通知就是 附近的社區有需要的人 他們在我們大整理的時候 就先來把他們需要的東西拿回去 對 那目前還在開發了一個 就是我們希望讓這些資源給流通 所以就是會跟在地的一些 社福單位連結 如果他們開出他們需要的物資需求 那也是五位物剛好有的 我們就會跟他們合作給他們這樣子 對 所以有多元的管道這樣 所以基本上這些東西來來去去的速度 跟頻率是滿高的啦 不會有那種堆堆堆堆 然後出不去的狀況 對 我一直覺得喔 五位物的這樣提供出來 這樣一個方式跟平台 真的很鼓勵人家 就所有想做一些正面的事情的人 可以試著跟這些社區 這些環境裡的小朋友 有一些互動 有一些實質的關懷跟交流 那在你家裡沒有用的東西 或許在五位物 會變成一個有用的東西 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變成一個人跟人之間 正向關係的一個很重要的媒介 綠色的行動需要我們親身去實踐 幸福感也會在實踐過程中 一點一滴回饋給我們 綠色幸福學 我們下個禮拜同一時間再見 幾وفnd 幫瑞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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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